透過我們的行動通訊感測技術 把停車位的這個即時的資訊 然後回傳到後台 對現時政府來講 或者是民眾來講 就會有這個即時停車位的資訊 可是那三個月真的很辛苦 我跟我太太幾乎是每一天 凌晨兩點 我們才離開那個百貨的 我們是那個百貨最晚走 我們是那個百貨最早進來 請你鎖定台灣上前衝節目 和您一起拼經濟